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去年六月香港民众以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 拒绝逃犯条例 希望厘清这个香港司法独立与北京党国体制之间的界限 那么抗争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 港府迫于强大的民意收回抗议者所称的恶法 不料一年过后 港人又遭遇北京中央政府推动的港版国安法 香港司法独立遭到空前的破坏 那么为什么以反恶法开始的香港抗争 结果呢 却面临更大的一个恶法 港人还有没有继续抗争下去的勇气 持续一年的这个香港抗争运动 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呢 好今天 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就专访香港立法会议员 这个公民党党魁 杨岳桥先生请他来谈谈这些问题 好杨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港人抗争运动呢 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年的里程 嗯 记得去年呢 这个抗争以反对逃犯条例 啊 所谓这个恶法开始 结果现在呢 港人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大的恶法 那就是港版国安法 那么首先我来请教香港的这个杨岳桥先生 您当啊 您去年预计到这样的结果 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初衷呢 是促请港府和北京这个政府呢 呃 恪守一国两制 可是现在结果呢 却是两制遭到空前的破坏 一国呢 得到空前的加强 因此有人断言 说反送中运动失败了 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您有什么 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结论是不公平的 那我们必须要把时间点往前推 就是说往以前推 呃 去年大概这个时候 六月初的时候 大家港人非常的坚定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调犯条例 希望可以拉倒 可是那个时候 也没有多少人说的准 我们真的可以吗 我们真的能成功吗 没有人能说的准 因为没有人能预估未来 嗯 可是去年这个时候 港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我们鉴定的意志 我们先做了才说 做了算 嗯 不做才后悔 那当然是不需要的 那所以 我觉得去年 当港人那么鉴定的走上街头 那么鉴定的去向港府 向北京 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那个决心 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调犯条例真的给拉倒了 那当然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这个政府应该会检讨 啊 我做错了什么 我为什么搞成天放地赋 为什么变成这么一个烂摊子 北京作为它后面 这个香港政权的支持者 本来也需要问责 向林郑月娥问责 向港府里头主要设施的官员问责 可是我们看到 市府其实一年下来 这些东西是没有出现的 那当然现在北京用一个更恶劣的法 去弥补去年 因为尝试 推动这条恶法调犯条例 所引申出来的恶果 那其实这个是逻辑上面 说不过去 因为你没有直接面对自己的问题 你反过来指责 提出问题的人 希望用一个更大的难题 更大的恶法 去解决他们 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反过来说 其实你的问题 本来应该是问北京 问港府 他们觉得现在推这个港版国安法 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真的可以把过去一年 香港人的不安 还有对政府 对香港警察所作所为 可以就忍下来 国安法来了 我们就不做生吗 其实不可能的 好的 那么北京现在呢 看起来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决心已定 特区政府也是全力配合 连日来呢 我们看到这个 中共媒体呢 像当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和反送中条例 那样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 这是为什么 是时机没到 还是像有人说的港人疲惫了 麻木了 失去了进一步抗争的元气 我觉得做出这些评论的人 先必须要把事实弄清楚 现在香港呢 还是在疫情当中 那所以呢 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原因呢 香港政府推出这个限制聚集的令 限聚令 那代表什么呢 八个人以上的活动是给禁止的 那所以我用六月四号晚上延续了三十年的晚会 出关晚会 也给香港政府拒了 那所以代表什么呢 代表在香港现在搞群众运动 是有技术上法律上面的困难的问题 那是代表香港人现在都没有决心去反对 没有勇气去告诉北京 我们不要国安法吗 当然不是 那所以我还是用六四晚上 六月四号晚上的维多利亚公园的出关晚会 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 虽然政府在打压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上万的香港人 在六月四号晚上走到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 跟别的地区 引起我们手上的珠光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香港人的意志还是非常坚定的 那虽然当然现在有很多技术跟法律上面的问题 可是我相信当这些情况有所缓和 当这个疫情有所缓和的时候 香港人还会走上街头的 好的 那么现在一年过后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反送中运动 有些东西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来请教杨先生 反送中运动有没有需不需要值得反思的地方 比如港人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果 您刚才提到了 港府被迫收回了这个逃犯条例 当时我们看到就有人 包括美国的学者和民运人士这边就提出 希望港人建好就收 巩固这个阶段性的胜利成果 扩大立法院 这个扩大立法会选举等合法斗争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杨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有什么评论 现在 任何的群众运动都有可以进步跟反思的地方跟空间 这个是必然的 可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必须要了解 在过去一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是我们在香港话叫没有大台 什么意思呢 这是没有领袖的 我们是用这个像水一样 就很有灵活性的 也用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这个概念去形容过去一年 不同的香港人透过自己的岗位 在不同的战线去抗争 那我们要反过来看 如果任何人认为香港人没有把握这个抗争的势头 去那个争取在议会里头体制里头的议席呢 那我就提醒大家去年11月24号 香港举行了区议会选举 在18个区里头呢 我们支持我们反对一边的 那个民主派的候选人呢 夺取了17个区的那个主导权 有某些区是全变了自治民主派的 那代表香港人其实是透过选举呢 是合法的公开的去告诉香港政府跟北京我们的想法 那未来今年9月份就是立法会选举 那我也相信香港人如果选举还存在的话 还会去投票 还会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香港当权的香港政府 我们真正的想法也有机会可以变天的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争议问题 就是勇武抗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香港本土 在中国内地和大陆 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 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这个这个争议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那么现在呢 有许多人认为说香港后期的抗争呢 实际上是被勇武派所绑架 让许多主张合理非的港人产生了恐惧和这个厌倦的心理 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勇武派提出的这个叫蓝炒的这样一个口号 您当时对这个勇武派对蓝炒是什么样的立场 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呢 如我在之前那个问题给的答案 香港这个抗争运动是兄弟排山各自努力 各方面的香港人都尽自己的努力 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 尽力的去表达我们的抗争 那不是每一个行动 我们都可以全面的拥抱 对方所做的一切或者每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必须要有胸肛去理解 大家背后的想法跟原因 那针对这个蓝炒呢 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各位观众 其实所谓蓝炒 谁才有最终蓝炒的能力跟权力呢 当然是当权的人 如果当权的人 不管是香港政府还是北京第一天的时候 了解跟尊重香港人反对调犯 条例的想法跟意愿 早就把这个法律撤回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搞到今天这个时候 对不对 如果在过去漫长的一年 香港政府掌握权力的人 看到警察 警察的暴力揽布 他们如果能够出来 禁止 跟把相关的警察送到法庭去的话 其实很多香港人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政府的反思 反省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政府 正对警察去设立任何的调查 我们更看不到这个政府 为了现在管制失败 而出来接受责任 我们更看不到这个香港政府 还有北京 在基本法里头规定的民主 他们一点都不给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告诉香港人 这口气能够忍得下去吗 谁在蓝炒呢 师傅这个答案是很清楚了 国安法 北京强行推行国安法 许多港人认为 这实际就是一种蓝炒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绝对同意的 国安法谁有权去立这个法呢 北京 当然我不是说它是对 这个本来我觉得 这个是违反基本法 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谈这个技术法律问题 我们只是在政治上面 北京推出这个国安法 他的想法是希望透过国安法 去针对香港现在的不稳 跟香港现在香港人的不满 可是你可以想象用一个恶法 可以禁止香港人的不满跟不安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的那么许多人呢 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 认为现在大势已去 这个大局已定 那么未来港人唯一的抗争手段 也许就是用脚投票移民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 我来请教杨先生 您预计港版国安法 还有没有反转的可能 那么如果没有 一旦实施了 像您这样的泛民主派议员 这个特区政府的反对派 您还有没有合理斗争的 这样一个合法空间呢 我们没有人知道 这个国安法的细节跟详情 究竟这个法是怎么立 它的空间剩下还有多大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清楚 可是不可能是太乐观的啦 我们都是作为反对派的议员 作为我们民主派的议员 我们也是有心理准备 可能未来的空间是越来越少 可是反过来说 虽然很多人在香港现在讨论 除了国安法就是移民 可是也有更多的人 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 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因为这个是他们唯一的家 那我们就问 难道这些未来的社会主人容 他们就会这样默默接受吗 当然是不可能 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男 年轻的女孩男孩 他们还是很努力的为香港而奋斗 那所以不管未来怎么样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北京要收回它的国安法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的小 可是反过来说 我们如果默默接受 其实这个也说不过去 那所以我相信未来不管如何 不管北京接受或者撤回还是怎么样 我们香港人 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 还会继续过去一年的努力跟奋斗 好的我们感谢杨岳桥议员 接受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的采访 谢谢您杨先生 谢谢 谢谢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 嘉宾的言论呢 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各位收看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